HELLO 大家好 我是Gadget的Danny 香港里面前的一部 Acer今天向香港發表的S2手機 我手上這一部 據聞香港不會有的紅色版 但都照樣做 因為規格上是一樣 它是一部旗艦級手機 6吋168NP的螢幕 行Snapdragon 8.2GB 開始四十深處理器 當然也有4G LTE 還有比較特別的是它有4K用的拍攝 其他配置在機側的位置 可以看到其實有一對的立體清陽升氣 這樣打橫看的時候 聲音會在機底的位置這樣透出來 然後呢 這部機底就沒什麼特別的 然後呢 我先關掉螢幕 機邊就會看到有一些 簡單的配置 拆卡位置 兩個拆卡位置 MicroSD、SIM卡 接近機底的位置有一個Micro USB 音量鍵向這個位置 然後呢 我們去機頂的話呢 就會看到有一個3.5mm的插口 還有呢 電源鍵擺在這裡 以一部這麼大的手機來說 其實是會比較不太就手 在機背方面 也會看到一個 這個是紅色版本 香港是黑色版本 1300萬像素的相機 但是它的特色呢 它的特色呢 就是它在 這個 鏡頭的四周的位置呢 是擺了一個 四顆的 LED的寶寶燈 那是幾特別的一個東西來的 那 直接開機看看吧 那 那這部機本身呢 就走進一個專用的 叫Floating的介面 那 其實呢 基本上都幾次原生版本Android的 但是 都有少許的新增的東西 那 例如呢 我們按住這個 多工作業外鍵呢 那 就會見到有一個 對了 這些捷徑的 按鍵 那下面也有四個的Floating App 在這裡 那 這個就是它們小小的特色的地方 那 也都在相機裡面呢 可以看看 那 我們不看它 因為呢 現在只有一個人 在這裡 操控著互相機 那所以呢 會麻煩一點 那 那 街面上面大約就是這樣 那 除了上面的捷徑之外 那麼 那 就是一些設定的東西 那 如果要拍影片的話呢 那 那 也都可以看看設定 那 又一些設定啦 那 錄影模式呢 就可以見到有一個4K乘2K的選項在這裡 那 就是一個支援4K影片的拍攝 那 也都下面見到有一個 快速FHD 那 就是快速 嗯 慢速影片 縮時攝影 那 那 這個其實都算是 這個Liquid S2最大的特色 那 那 那 其他介面方面呢 也都沒有 非常之特別的地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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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地方呢 也是見到 一些很典型的Android的介面 都很貼近原生版本的 其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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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动手回来这里才拉 迟些应该都会有机会和大家在Podcast或者评测里面 去分享下这部AZER的Luke XT